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丈夫现在就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了 她已经被关了大概有好几天了 这种情景的话呢 我很着急 因为我今天刚刚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还能 有几天的生存 还能够生活生存几天 为什么 因为不给水喝 不给很少的饭 而且极其肮脏的地方 还要用电井棍电它 这一系列的迫害 你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讲 是都很难忍受的 那么对我丈夫这样一个 身患肿瘤的 和腹部 慢性疾病 严重慢性疾病的人 我不知道他能否 还能维持几天的生命 这些原因的话呢 都是因为就是我丈夫 在监狱里头绝食 他绝食呢 就是因为他 就是抗议政府 对他任意加刑 要求他写毁过书 我丈夫不肯写毁过书 而且认为他们这种做法 是那个没有法律依据的 认为双核农场这种做法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所以他抗议双核农场 对他的无理加刑 没有法律那种行为的加刑 那么就因为他抗议了 他就绝食了 他用绝食的方法就是来抗议 同时和他一起参加绝食的呢 还有高峰和周国强 按照那个就是法律规定的话 应该是一个月一次 但是呢 我丈夫现在就是说 我的探望时间 根本就没有这种规定 他们只规定我 说要给我写信 要求我那个 由他们来安排 就是说 但是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吧 我一直要求他们不允许我探望 我不愿意啊 那会不会等他的话 好吧 - 然后这条路由于 快速地买 - 不不愿意啊 - 她们快要去挠我们 - 这条路由于 - 尾复